子凌开麦 大家好 我是子凌开麦的主持人郭子凌 那今天呢 来到了日光夏漫步小林村来当代班主持人 那在这边呢 也要祝福大家日光夏漫步小林村 和离妮妮隆武村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这边 就是也特别来请我们日光小林社区发展协会的倪培育 那培育之前呢在其他的这个别集的节目也当过主持人 那今天呢就来当子凌的来宾咯 现在呢先请培育来跟大家问候一下 哈喽大家好 那培育要不要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小林业绩 我以前有常听到 那也蛮好奇 就是每年好像我们小林村民都非常 大家会很认真 然后很诚挚的一起来参与这个小林业绩的活动 好像是你们呢一个很重要的信仰 对不对 那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今年小林业绩呢 举办的时间还有地点 我们今年的小林业绩的是在10月20号 就是农历的9月15号星期三 那地点在高雄市甲县区的 平埔文化园区的小林工械里面 在那边举办我们的祭典 那这个是农历9月15号是算就是正日就对了 就是你们都是以前祖先流传下来 是固定这一天要举办业绩 就是第九个月圆的时候 第九个月圆有这样的意思 那可不可以请培育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为什么要举办小林业绩 对于你们的信仰来讲 你们的族人来讲 这个业绩它的重要性跟意义是什么呢 像你是年轻人嘛对不对 对啊那年轻有时候我们现在就在讲说 好像有些文化啊慢慢大家可能就会 会有断层或是说没有传承下去 可是你还是都有在参与嘛 对 就是我的部分的话就是 冲头学起吧 就是跟着长辈去山上去砍珠子 去做相省的那个座 鱼隔 我觉得回来参与对我来说是意义还蛮大的 因为风灾前年纪还太小 就是会其实对这一块还没有很想要去了解 其实这部分 所以当我这次回来 也不是说这次就是长大之后来参与的时候 我觉得很棒 就是你不是小孩子的 你是一个长大的人 然后呢你是可以主动的去帮村里啦 或是说这个业绩去做些什么事情 对对对对 那你感觉很棒 对啊 然后我们既远当天早上也有很 其实整天都有活动 然后我们八点就是会有走标 培育你刚刚有说早上会走标 好那走标是什么啊 走标就是我们夜静当天早上部落会举行 就是跑步竞赛的活动 那我们就会把它称为就是Badahim 那走标的冠军可以获得一年坎丽相组的荣耀 就是我们前三名可以得到刺秀的奖赏 那因为走标就是也是中段到 直到近几年我们才把它恢复举行 那现在就是也是不分年龄还有那个性别 然后都可以参加竞赛 那优胜者可以被视为是勇士 那业绩当天也可以跟祈老 然后与布鲁勇士代表来共同立项主 对就是我们的那个走标的活动 所以必须走标有赢了才可以去立项主 对就跟着祈老一起去立项主 那你们还有一个呢就是会翻新宫蟹 这是在走标前还是走标后啊 走标前要先翻新宫蟹 其实很多大家就开始在准备要开始翻新宫蟹 然后就是将屋顶的旧茅草替化成新的茅草 然后同时清理宫蟹的内部空间 更换项水还有那个项酒 然后整理祭台并翻新的祭司的用品 啊公谢可不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呢 公谢在我们小林这边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方呢 好像蛮神圣的是不是 那我们就是我们的祖陵会在里面 祖陵会在里面 里面有上神座 然后还有宗柱 然后前面有一个祭司的台 可以放槟榔还有烟还有酒的东西 嗯嗯嗯嗯 然后还有一些供品 就是类似酒机 然后还有麦 嗯嗯嗯嗯 对我们会把它放入 哦那祖陵跟太祖是一样的吗 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对对 哦哦所以在这边呢就是 呃大家一大早起来 就会先翻新宫蟹 然后呢呃处理完这个宫蟹 整个都变新了之后啊 才去走标这样子 嗯那现在走标 你们还有跟小朋友一起进行哦 好像结合国小 对会结合国小 嗯就是小林的国小 然后我们走标完之后 我们还有呢会去砍像竹 9点就是我们的砍像竹的时间 砍像竹哦是一般竹子都可以 还是说有怎么样挑过吗 要去挑我们要去挑比较适合的竹子 然后作为是我们的商竹这样 啊怎么个挑法呢 一般我们会去分辨竹子的年 嗯就是看它是几年的竹子 最好是两至三年的竹子 哦对 我们会去我们在祭典前 我们会先去山上巡视 看有没有比较合适的竹子 然后我们业绩当天 我们就会去砍下来 然后当场砍 当场砍回来 就是那个走标冠军 去当场砍下来 走标的冠军就是它走标完就是 走标结束我们就是先去砍像竹 就会去砍像竹 然后像 勇士是等到我们要立像竹 立像竹 再跟我们一起去立像竹 哦好 那这个竹子呢 好像就是以前比较常见这个赤竹 对不对 好以前台湾很多赤竹哦 对啊现在你们也是都要找赤竹 是不是 对啊对啊 一样式就是跟传统一样 那砍完像竹之后 回来就要立像竹咯 我们会先整修 然后保留尾端部分的竹叶 嗯 然后再绑上七树稻草 然后最后在上方再绑一把的茅草 嗯 然后在太竹指示 然后就可以立像竹 还要根据太竹指示哦 对 哦 那立了像竹 这个像竹它会在哪里呢 那是在弓械里面吗 在弓械的正前方 有一个小广场 然后那边 就是往东边立嘛 对 我们在那边把它立出来 嗯嗯嗯 那立起来之后 业绩结束就 就移走还是 不会移走 就一直立在那边 直到隔一年 哦 下隔一年的业绩 嘿嘿嘿 再去 重新把它整修掉 哦是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白天的行程 翻新工械啊 走标 砍项竹 立像竹 那这个都是全村会一起参与的吗 对啊 都是我们的村民大家一起参与 嗯 然后我们今年 因为 今年就是因为疫情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没有美食的共享 嗯 就我们往年就是会有 嗯 我们会搭一个棚子 然后就是跟 族人 还有一些朋友回来 我们都会 一起去 分享那个美食 那今年就是比较可惜 就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 去 跟大家聚集来一起吃东西 嗯嗯 是 好那 接下来好像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业绩的一些行程 对不对 嗯 嗯 我们四点 两点到四点 我们会唱歌给太祖听 然后我们里面的活动内容 会有小林山村的族人的文化展演 就是大谷镇 还有牛里镇 还有那个大满舞团 嗯 然后还有卡拉卡布族的 还有拉鲁瓦族 布农族 所以他们也一起来啊 对我们有邀请 会邀请他们来 邀请下来一起参与 这样 啊他们会做一些演出吗 会 他们也会唱 也会带来他们的演出 对对对 因为我知道好像在其他 有一些原住民 他们的祭典 也是会请附近的一些 不同族群啊 然后就是一起来参与这样子 对啊 我们今年就是有邀请 呃 纳瓦夏区的 嗯 然后桃园区的原住民的朋友 一起来参与这样 嗯嗯嗯嗯 然后我们四点半 就是会开始祭祀嘛 就是小林的主人会在公谢前祭祀 嗯 然后五点到六点 是美食分享 就是我刚刚讲的美食分享 就是我们没有那个棚 我们会把这些美食分享给朋友 然后他们让他们带回带回去自己去吃 就不会在现场聚集吃东西 嗯 对 然后我们六点 小林国小就会有那个表演 他们有他们的陶敌队 就是有他们 就是小林国小的佩晶老师 带小朋友去公谢的广场表演陶敌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比较比较特别就是走标的活动颁奖 他也会落在晚上的六点十分至十五分 嗯 对就是会邀请上台 然后颁奖给今年走标的勇士 就是表扬勇士的精神这样 嗯哼 然后晚上六点十五分就是 长官的致辞的时间了 对 那我们六点半至六点到六点五十 就是我们的业绩的开向典礼 就是会有社区的期劳啊长辈 嗯哼 我们有分开向跟进向嘛 对对对 所以农历九月十五是开向 对 好 培育你可不可以跟大家来讲一下 那个开向是什么意思呢 嗯我们 农历的三月十五是进向 然后开向是农历的九月十五 然后分别在春耕和秋收的时节 进向时男女就是会专心农士 然后不能狩猎还有歌舞 否则农作物将会欠收 然后开向当天就是需要去贩修工谢 然后准备祭品祭拜带祖 开向与进向的规范 不仅顺应着万物繁衍的实力 更是祖先与大自然共生的智慧 嗯是 所以那个像 像刚刚我们讲开向啊 进向还有 坎向族 立向族哦 里面好多的像 那个像对小林春来讲是什么意思呢 像指的是小林到我龙群泛灵信仰下的表真 呃象征着宇宙的力量 部落族人对祭祀相关的器物 记忆都以此命名 嗯是 所以大家对于为什么常常看到像在小林业绩这边呢 很多的好这个坎向族啊立向族啊 这一些好就会比较有了解好 对 开向进向哦 好那那在这个祭祀太祖之后呢 就是你们会有最后是千系好这一个活动 对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千系是要做什么呢 嗯 我们千系 因为小林业绩的千系的形态 与早期人类学者的记录 就是会有略有差异 那现在在祭拜后 就会有男性的族人在宫蟹内送唱打不乐 然后女性的族人在宫蟹外唱合唱 然后祭祀太祖 然后唱完就会千禧彼此的手 然后脚踩二进二退步伐 吟唱只咖喇喇喇喇 缓慢是对宫蟹的左方步出 然后就会在我们宫蟹的广场前会围成圆 然后直到跳到完毕 然后唱到完毕为止 那民国101年高雄市政府 已将就是小林平补业绩登陆为重要的 就是平补的祭典 那我们在祭典前 我们都会晚上我们都会在宫蟹前 就是会跟祖老 祖人的那个祈祷 然后我们会去练习唱我们的鼓调这样 每一年的业绩选都是这样 是好那我们今年呢这个业绩刚好就是在农历的9月15号这个正日呢 也就是在10月20号国立这一天会来举办 那因为好像疫情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一次没有对外公开 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 那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 也希望说可以把这个重要的小林平补祭典呢 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呢 我们主要会在脸书上 我们的资讯都会在脸书上发布 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原乡小林的脸书的社团 就是高雄市甲仙区小林社区发展协会的脸书 还有日光小林社区发展协会的脸书上去看 嗯好的那今天呢在这边就要谢谢我们日光小林社区发展协会的培育 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小林平补非常重要的小林业绩 欢迎大家呢在网络上面一起来参与咯 我是子玲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谢谢你让子玲用节目的方式来陪伴你 欢迎继续关注子玲开麦 对子玲的节目有什么想法或回馈 请留言或私讯脸书子玲开麦 或者加入LINE聊天室Podcast听起来 还会不定期举办活动哦 我们下次见